二十八点八乘二吧 就是五十六十个平方不到 我们在 我们当时买的时候 这个旧箱是一万五 现在因为钢铁的价格下来以后 大概在一万左右 如果按照我们建造房屋改造的话 每平方合下来的话 一个箱子的成本大概只有五百块钱 他们设计的理念 和这个新颖的造型还是蛮吸引人的 很新奇 就是说有一种 如果说让我来住的话 我感觉我会选择他 我感觉是偏设计放入被子 我感觉是偏设计放入被子 我们只考虑就是我 还所在的事 这个菜板就三十个平方 我感觉是在那里面 我们就看了 我们就看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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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元素的 我们就看完 我们就看完